福建镇积极发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不久前,八名在闽台籍青年获得第十八届福建青年五次奖章。 日前,记者在福州约访了获此殊荣的皮肤传染性疾病主治医师陈伯瑞和音乐教育业者南静恩。 上午九点,在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的实验室内,陈伯瑞正在一期前忙碌着。 来自台湾苗栗的陈伯瑞,2002年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 2009年,福建率先开放事业单位招收台籍毕业生,他由此考取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成为福州市事业单位聘用的首位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台籍医生。 来大陆的一个工作,尤其是来到福建的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机会。 就是在大陆这广袤的一个大地上面充满了机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民生,全部都有大量的领域的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赶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资源的支持,让我们能有很多的平台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几年,陈伯瑞不仅代表医院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还收获了福建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陈伯瑞表示,对此深感荣幸。 这样一个奖项呢,其实对于我们在大陆奋斗的台湾青年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的指向。 等于是自己的一个工作,还有自己的能力吧,被受到一个肯定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尤其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五四青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称谓。 见到南静恩时,他正在线上给远在美国的华裔学生上着钢琴课。 琴房内,直播设备,摄像头,电脑,防灶麦克风,手写白斑的一样都不少。 南静恩出生于台湾的音乐世家,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资深来到福州一家钢琴培训机构担任老师。 在琴航工作几年后,南静恩决定自己创业,正是看到了在线教育的发展前景。 两年前,南静恩便开始结合线下课程的研发,慢慢摸索线上教学的方式,改进线上教学设备。 已经开始做数字化的转型,转为互联网的音乐教育, 然后我们其实是更快地加速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型的运作。 然后甚至呢,我们会将这个创新的理念,还有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带回台湾给台湾的需要就业的青年,还有在学的大学生, 让他们能够更加地了解这边的市场,以及运行,以及创新, 然后能够投入在这块土地上,与我们一起努力。 目前,南静恩创立了福州首家真人网络在线音乐教育直播课, 已完成了七万多堂的云端课程。 他告诉记者,未来也将致力于教育领域的创新, 并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来就业创业。 他的市场很大,他的机运很多,那只要能够努力,都可以看到收获。 这一点我们也是一直很想要强调,并且做到,让台湾的青年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只要我能够努力将我的专业带到这块土地上面,它就能够有收获, 所以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机运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福建公布了首批225条载民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 率先推动解决台企与大陆企业,台湾居民与大陆居民实现基本相同待遇, 切实保障台胞群体合法权益。